在里头所有的认证呢 我们都有认证才敢代言的 虽然受质疑的不是阿基斯的代言种类 但毕竟消费者会和他的形象做连结 而被点名的加格公司也大动作 开了记者会挂保证 表示国内还没有权威单位 能做油品组成的分析 被拿出的报告只是验证了检验方式 加格出示了公司内部的品管报告 也说欢迎主管机关来抽查 如果消费者有任何疑虑 也可以通过客服电话做退换货的服务 大统拥有17张的食品GMP认证 但是却爆出了食用油加料 让GMP形同破功 对此泰山和卫权的董事长都说 GMP只能够防君子不能防小人 甚至打算要各自推出新的自主管理体系 泰山的董事长甚至还爆料 他说通过了GMP认证的油品厂商当中 还有人的成本低到让人贪为官职的厂商 还没曝光 有问题的外爆弹恐怕不少 大统造假利用调油专业 蒙骗GMP认证过关竟然查不出来 梁GMP现在可信度备受质疑 人心再怎么的严格 人心的险恶是很难克服的 制度不是性 如果评论不是性 пост认没人? 谢谢观看